接下来告诉您 国内很多人服用的减肥药物 诺美亭因为有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在今年初已经被欧盟撤销了执照 而美国最新的研究报告再度显示 诺美亭将会明显增加心脏病突发 还有中风的几率 卫生署非常重视这个消息 将在9月中旬开会讨论 是否要求诺美亭下架禁止使用 就是这颗小小的减肥药丸 诺美亭有可能减肥不成 反而造成中风 美国有药商自己做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服用诺美亭心脏病突发几率 会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中风几率则会增加百分之三十六 由于欧美研究不断发现 吃这种减肥药 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卫生署也将重新评估 是否下架禁止使用 预计会在今年的9月16号 也就是两个多礼拜后 会根据这个药品在台湾使用的一个情形 然后召开安全评估委委会 再做一个讨论 卫生署表示 诺美亭成分中还有Cibitramine 会让身体血压升高 心跳加速 就是造成中风的主要原因 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传出不良反应通报 不过今年1月 卫生署已发函给各医疗单位 将药品上的警告标语 改为禁止心血管病人使用 我们在量血压或者是量心跳的时候 就会先看他的血压或者心跳是否正常 那还有一些就像甲状腺的疾病 这些我们都会先评估 事实上诺美亭自从2001年上市后 全球已经有2000多起服用后出现副作用 还有17个死亡个案 因此欧盟在今年1月底 已撤销诺美亭执照 并建议会员国下架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将研议是否对诺美亭 采取下一步行动 而国内卫生署则表示 等16号召开专家会议重新评估后 再决定是否允许继续使用 记者赖淑米 陈昌伟 台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